朋友们大家好,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美国纽约的唐人街 据统计在美国的纽约生活着将近70万的华林华侨 在这里有4个中国城和10个华林社区 而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纽约的这条唐人街 它位于纽约的曼哈顿区 面积在4平方公里左右 人口约有16万 纽约的唐人街现在是西半球海外华林最大的居住区和商业区 这里的发展环境是和我们国内差不多的 而且当地华林的生活日常也是充满了浓浓的中国风湿景气息 我们可以看到啊出来买菜买水果的基本上也都是一些大爷和大妈 而且这里的商铺的样式也和我们国内是差不多的 走在这里啊就如同走在国内的大街上一样 而且啊我们看看这些大爷大妈还在公园里啊打牌打麻将 这样的生活状态和我们国内的一些现成的生活状态是一样的 每天大爷大妈们啊去买菜做饭 休闲的时候啊就在公园里打牌 而且啊有时候还跳跳广场舞 真的是太惬意了